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卖方市场 产品应该说是叫供不应求 那么节奏带来的在企业最好的时候 每年的增长都是超过50%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持续不断的在对研发进行投入 我当时投这个企业的时候 研发人员只有两个 那么到了07年的时候 已经有20多个研发人员了 那么市场因为是供不应求 相对来说日子就比较好过 而人就特别容易满足 别人客户来 要来买我们的透明子酸的时候 人家稍微吹急一点 我们的人可以把电话挂了就不给卖了 那时候基本上我们没有超过100万的应收款 超过一年的没有 基本上都是先打款后付款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其实我看到的不是开心 是危机 在这种我觉得这样的企业 你还能撑多久 因为人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缺乏前进的动力 你去要求 比如开董事会 我们要确定新的目标的时候 那么当面可能不说 下面说这老板真事多 你都已经挣了那么多钱了 你还给我们那么多要求 实际上你是靠内驱 是很难驱动 这样一个充满优越感的企业 在往前走的 而那个时候 应该说国际业务占了我们60%以上 如果是说国际业务 你的人才没有国际化事业 你的组织架构承接不了 实际上你的危机 你走得多远 最后跌的就有多惨 那么在这种时候 我就想如何能让这个企业 能保持它持续不断的 这种经营引力能力 反之来推到它 把它的最核心的东西 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激发出来 因为任何一个物质 发展到一定阶段 如果你不去创新 它一定是有天花板的 那么所以我们在最好的时候 我就决定 要带领这家企业 我管不了你们 我让公众来管 决定到香港上市 做成公众公司 而且为什么选择在香港呢 香港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资本市场 那么它的那个要求 更有国际视野 所以07年年底 我们就决定 要到香港去上市 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解决企业 你出了玻尿酸原料以外 你在你的核心领域 你还能有什么样的 给你带来增长 第二解决我们的组织问题 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 第三解决人才的问题 我说只要满足这三个目的 就达到我们上市的根本要求了 07年 当时我们的中介机构 来开第一次会的时候 因为这家企业 盈利能力很强 那时候我是07年的时候 是八千多万的销售收入 大概我的税后利润 能做到六千来万 这样一家企业 人家就搞不懂 你上市 上市是融资嘛 说你融资来干什么 我就给他讲 我说我融资来了以后 我要做终端产品 我不光做原料 说你的终端产品 你要做什么 化妆品 食品 因为那时候 国外的化妆品 食品企业 用了我们很多的原料 那个是很容易进入的 我说不 我要进入药卸领域 终端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在07年的时候 重新定了我们的 企业发展的目标 是要基于我们 自有的研发根基 研发基础 然后呢 去做我们 含有玻尿酸的终端产品 去引领这个食肠往前走 那么药蟹 蟹是三类细腺 药 这是需要时间的 不是说我想做我就能做 那我是需要得到审批的 那研发投入一定要先行 所以我说 我们这一次集资 所有的集资款 全部投入 组建 要蟹的研发团队 这是我们 07年年底决定要去香港上市 那么在08年 我去香港上市 结果正好我们 我们录演的那一天 2008年的9月18号 那天是早就定好的日子 结果雷曼兄弟宣布破产 这个时候我们的保健人 所有的中介机构都来了 说我们要不要叫停 说你现在发肯定 发的不好 这中间 说我们同一批的 大概有十几家都宣布 暂停 IPO 然后说我们要不要上 后来我就给他讲 我说我们首要的目标 不是为了融资 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 现在存在的三个根本问题 所以我说 只要我们能发的出去 估值低没关系 我们就在10月3号的时候 那么就确定了挂牌 发呢还不错 反正虽然认购 没有说像这么几十倍 上百倍的这种超 但是也有了超额认购 大概是四倍还是五倍 但是估值非常低 我发了百分之二十五 我融回来的资 七千万港币 我当年的利润 六千万人民币 零七年 然后把中介机构付掉以后 大概就剩了五千来万 就组建了我们的 要线研发团队 那么其他的投入 我说我们自己企业 每年挣的钱 就往里头 所以我从零七年以后 基本上我们没有 大规模的分过红 那么这个呢 就是企业 我觉得一定要在 最好的时候 想到你的危机 那么那时候呢 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那一步走的 还是对的 否则你就没有 后来的增长 因为你一个原料公司 你很难有很大的发展 因为一个新原料出来 你要去推向一家企业 你是需要有时间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由于终端组建了 新的研发团队 完全是新招来的 那么同时呢 他们进来了以后 对我们原有的原料的 研发团队是一个促进 所以我们的原料团队 这个时候 内驱力也激发出来了 所以才在了2011年的时候 他们有了一个重大的 技术突破 就是给透明子酸 带来了第三次的 产业革命 那个煤切法 原来是 你是发酵出来了 各种分子量的混搭的 这个时候 你能准确地去控制 它的分子量 所以呢 打开了它的各方面的 运用领域 举个例子 原来你们用的 隐形眼睛护理液 那是不含透明子酸的 那时候是含了一些 自由化工提起的润滑剂 我们的配方出来了以后 我们第一个 找了美国一家大的企业 让它去 说我给你已经做好了研发 你们去做认证 这个去替代你原来 隐形眼睛护理液 的那个润滑剂 那么它这个首席科学家 正好还是我们中国人 到北京来 一说他说挺好 我可以回去试一试 那么他们经过了一年 各种检测 各种测试 最后说这个 比他们原来的 那个隐形眼睛护理液 要好得多 同时你眼角抹抹伤了以后 它还能有 给你有修复作用 他说这个东西特别好 结果在11年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在 欧洲的一家市场 一个非常小的英国市场 准备去试 我觉得机会 永远是给这些有准备的 那一年也是很奇怪 他正在英国 刚刚投放英国市场 那么呢 他的在亚洲市场 南美洲市场 就出问题 他的隐形眼睛护理液染菌 染了一个金黄葡萄球菌 然后先从新加坡 后来香港 马来西亚 然后在印度 最后是到了巴西 等于大面积的 只要在热带潮湿的地方 都染菌 就是说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大的危机 那这个时候他就想 我能不能用我在英国 投入的那个新产品 本来我想测试一下 这个市场反应的 这个时候他就全球把 原来的隐形眼睛护理液 全部召回 然后替代上了这个新的 含有透明子酸的 隐形眼睛护理液 这一下 我们那一年 整个原料的销售 医药级的原料 原来量很小 一下大幅度的提升 现在你们再去用 所有的隐形眼睛护理液 基本上没有 不用这个透明子酸的 所以呢 这个行业的很多市场的引领 都是华西生物在引领 带领着大家往前走 由于有终端的药械的研发 因为药械的研发 对于产品的要求的质量标准 非常高 所以这样呢 带动了我们整个企业的 对质量的标准的要求 形成了一种习惯 高标准 高品质 所以今天 在这个领域 中国的透明子酸 无论你们说是在哪方面的运用 无论在医药器械 还有呢 是在药理的运用 化妆品 食品的运用 它的标准都是华西主导制定的 然后美国药点 欧洲要点 日本要点的透明子酸 的专论 是华西参与主导提草的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企业 你的核心能力 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层不变的 说你的核心我就永远是核心 它也是要随着你持续不断 深入的研究 长期的投入 它要不断的去加高你的壁垒 加宽你的护城河 这样的话你才能获得持续不断的 创新的能力 那么我们开启了药械的终端产品 也是得益于我们对这个物质的基础研究 坚持二十年的这种投入 所以呢我们在一二年的时候 拿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三类器械的终端产品 就是用在医美的填充剂 那么一三年我们拿到了我们眼科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白内障的那个粘痰剂 一四年拿到了药品的注册的 就是关节润滑剂 原料代表了华西生物的深度 药线呢代表了华西生物的高度 那么我从一二年开始 我们开始进军在这个领域 那么做了大概有三年左右 我觉得尤其是做实体产业 要想这家公司能够长久 持续健康的往前发展 你还是要把自己的第一性的那个核心竞争力找到 你要持续不断的去夯实 你的这个第一性的核心支撑力 你才可能有你的二次曲线 因为不是来自于你的第一性 那你相当于重新创业一个公司 那所以我们只做和华西生物的核心 有协同的相关的产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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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